非常感谢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在创业帮的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下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一直是 我现在还是Stanford的教授 但是最近也是对进入投资的行业 所以我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为什么我们创业帮的年会 是办在硅谷 是主要的原因 我想是由于硅谷的创新 硅谷的创新又是来自于Stanford大学 所以Stanford大学一直是被大家认为 是一个创业的金矿 实时有非常优秀的企业 从我们的学生 从我们的老师当中产生 但是这个金矿是需要有挖掘的 所以我们最近成立了单华资本 这主要的目标 也是能够在有一个华人的投资的团体 又是我有Stanford大学教授的身份 能够在Stanford和硅谷 真正把这个投资的工作做好 并且把建成一个中国与硅谷和Stanford大学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想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 主要还是由于Stanford大学的传统 其实历史上在办大学的时候 大家曾经有过一个争议 是说今天其实美国的大学 大致来说大家有小孩 马上要进大学的家长 可能都会有这个体验和感受 就是大致来说大学有两种选择 有一种是Research University 就像Stanford 哈佛和Princeton这样的大学 往往都是那些世界著名的大学 另外有一些是Liberal Arts College Liberal Arts College只是做教学 但是像Stanford这样的大学 既做科研又做教学 所以现在看来这个争议是已经不必要的争议 是现在看来既能够又做大学的研究 又能够做好教育 这两个是相互相成 制造双赢的一个办学的模式 所以Stanford大学不单是把教学做得很好 他也是有第一线的老师 在做第一线的科研工作 那当年硅的三级馆刚刚发明 是在AT&T Bell Labs 有一位叫Shokley的先生 他和Bartin一起发明了三级馆 马上就被Stanford大学请到 Stanford大学我的物理系来做教授 然后当时正好是整个硅的革命 刚刚开始起来 所以他们从Stanford出来 办了一系列的公司 先有Failchart 又有AMD 又有Intel 所以从此就惦记了Stanford 又是除了这个两个之外 教学和科研之外 还有了一个创新的传统 而创新的传统在Stanford大学 是得到校方广泛的支持 当年在美国还是在大萧条的时候 Stanford大学还是一个不太知名的一个大学 当时有两位毕业生从电机系毕业 他们出来的时候找不到工作 上面那一位是我们电机系的系主任 后来成为我们的工学院院长 他的名字叫Fred Thurman 当时他看到两位非常杰出的学生 出来找不到工作 他就鼓励他们创业 创办自己的公司 并且个人写了一张5000美金的支票 所以这在历史上来讲 是第一个Venture Capital 现在我们在硅谷说风险投资已经是非常常见 但是我们可能不太知道这个历史 其实第一个风险投资的就是我们Stanford大学的老师 并且是工学院的院长 而且第一个成功的投资的案例 现在这家公司已经举世闻名 就是HP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Stanford就成为不只是教学和科研 它是达到了真正的一种三位一体 又有教学又有科研 而且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能够转会为市场 这使得Stanford就在这个时候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从此之后 从Stanford出来的公司 整个科技产业的革命 后浪推前浪 但是几乎在每一个浪潮时候 Stanford就是处在领先的地位 刚才我们提起了那个Sharkly和那个Intel 是通过Failchart 通过Sharkly在产生的 到了网络的时代 Cisco又是我们学校的两位 Medical School的两位老师 出来创办的 大家在中国来的朋友 可能听说过有一个工作服务器 叫Sun 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为什么一个计算机叫太阳 其实它是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简称 也是从Stanford出来 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 就是又有我们的学生 Jerry Young 造成了那个Yahoo 又有Serge Brink和Larry Page 我一会儿还会讲一下 那个谷歌的故事 为什么像谷歌这样的公司 当年都是有那么多优秀的企业 包括微蓝 包括那个Digital Computer 他们都在想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是在大公司 有那么多资源的情况下能够产生 而是在一个学校里面 几个根本没太多钱的孩子们产生 另外最近又有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 是VMware 那VMware就是我隔壁的邻居 Stanford大学的老师 差不多三分之一能够住在学校的校园里面 所以在校园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我跟他们的Founder认识 并且做过天使的投资 VMware现在已经成为Cloud Computing的一个 最最主要的一个platform 所以有人统计过 如果把Stanford出来的公司 组成一个经济实体 我们经济实体作为一个国家 都讲GDP 那Stanford的GDP 差不多是整个全世界的第十位 远远超过很多欧洲的国家 所以这是Stanford创造的一个奇迹 所以Stanford创造了奇迹之后 我们的老师和学生 又把这些创造的成功 又奉献给学校 当中那位 左边那位就是Jim Clark 他曾经是Stanford EE的老师 创办过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 叫Silicon Graphics 后来又创办了Netscape 但是他一旦成功之后 他就把他很多的成功的财富 又捐回给了学校 捐回给学校之后 我们就为他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造了一个楼 当时叫BioX 就是为了生物的研究 这个X就是说 后面可以讲任何的后缀 可以有Biophysics Biochemistry Biomechanics等等 所以我们大家讲起 这个生态圈 生态圈就是硅谷 到底神奇在哪 这个生态圈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生态圈的主要意思 就是一个返回的机制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有成功的 就是有科研 就是把财富变成一个知识 你做了投资的之后 就是这个财富就变成知识了 我们创造了知识 创造了科技的知识 但是创业就是指知识 又变成了财富 但是有了财富的产生之后 我们的师生又把这些财富 捐回给学校 除了老师之外 我们知道Stanford最近 也是历史上 那个捐给 校友捐给学校 去年是最大的一笔成功 所以这个是Stanford的ecosystem Stanford的生态圈 成功的道路 使得学生 老师不但有创新 有学习 有科研 但是并且又是把这个奉献给学校 使得学校步步能够走上高层 我在Stanford大学 已经是差不多21年了 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 就是我们刚才讲硅谷硅谷 在主要是一个硅的技术的发展 使得我们导致了 我们整个信息产业的革命 我现在简单的用一两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Stanford大学 做了21年的教授 最近有一个科技上面的突破 现在的确是全世界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因为我们现在 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是按照所谓的摩尔定理而发展 就是每过18个月 我们在芯片上面的 三级管的数字要翻一次倍 但是美国翻一次倍的时候 我们的基本原理却没改变 所以它耗散的热量 就是在指数的增长 随着我们三级管的数量 在指数的增长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 它里面的原理的话 就是电子在芯片里面的运动 就像一辆高级的跑车 在一个赶级的集市里面运动 所以它根本是杂乱无章的 使得它产生了非常多的热量 但是我们现在想出了一个新的原理 使得电子能够在芯片里面 就像高速公路一样的运动 使得它个性其道而互不干扰 所以这一项发明 就叫脱步诀言体 最近是在全世界 都得到非常强烈的关注 我也维持得到了一些国际的奖项 但是这个对材料的发现 我想讲一个更深刻的道理 就是它以前人类对材料的认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甚至整个人类的文化 对于材料们为命名的 比如说我们说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铜器时代 铁器时代等等等等 所以这就是表明了 这个材料的发现 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至关的重要 那硅的发现 定义了我们的硅谷 才由我们今天 为什么开会就来到硅谷 但是往往所有历史上的材料 都是在偶然的实验当中发现的 而我们这次呢 就是用了那个理论的指导 发现了这个新的材料 所以这个在历史上 还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实例 我想美人都有他的role model 我从小开始作为我的榜样的 是一位伟人 也是美国的国父 他的名字叫Benjamin Franklin 我想大家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或许是在工作非常忙的时候 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 可能会讲起 这位伟人Benjamin Franklin 在冒着雷雨 在外面飞一个风筝 并且证明了在风筝的时候 能够把天上的闪电 这个电能够取到地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一个科学的发现 本来雷 人来认识总是要用雷神来解释 他把它解释成一个科学的现象 但是这位伟人不单是一个科学家 他至于能够成为我的偶像 又就是他的一生的贡献 每当我感叹人类人生的短暂的时候 我只要想想 他的人生就是给了我非常大的鼓舞 因为他不但是一个科学家 他通过这个大胆的实验 证明了雷的闪电的原理 他并且把这个科学的发现 变成真正的一个可应用的一个成果 就是他发明了避雷针 懂了闪电的原理之后 他就能够把科学的原理变成一个真正的 一个有用的一个 为人类造福的一个避雷针 但是他更神奇的是 他不单是一个科学家 不单是一个发明家 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家 也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 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他在Philadelphia Fee 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成功的报业 我觉得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做推特的 他每次在报业上面讲的话 非常复杂的政治情况 他就短短的一句话 能够在报上的headline里面讲清楚 我觉得他应该被认为是推特的发明者 他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外交家 当时美国还在打独立战争的时候 整个欧洲的强国对美国根本没什么尊敬 但是他由于他重大的科学发现 一到法国的时候 整个法国是对他非常的尊敬 使得他的工作能够让法国愿意出兵 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 导致了我们今天之所以有美国的建国 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他同时在独立宣言和美国的宪法上面签字 并且独立宣言上面的第一句话 就是他和Jefferson一起写的 他们写着 We hold tho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他就是把科学的原理 真正也用到了建国的原理上面 科学的原理我们都是要讲第一性原理 什么是最最根本的原理 我们先把它讲出来 他也是把独立自由把它讲成美国的国道 使得美国的成功 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有非常伟大的科学家 和非常伟大的发明家 但是我觉得非常惋惜的一点 就是像法兰克林这样的全才 却是少了一点 为什么呢 就是随着人类的知识的增长 人类的知识就像一棵大树 大树在增长的 在蓬勃的增长 但是每棵枝和每棵枝之间的距离 就越来越远 所以很少有个人能够看 所有的枝子业也能够看清 并且寻到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能够真正做到 能够创造我们这个史丹的法兰克林 会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为什么呢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在贵谷 大家都非常崇敬 有一位伟大的创业家 他叫Elon Musk 他做过的一些公司 我们初看看来 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他又做PayPal 又做Solar City 又做一个电动汽车Tesla 又想做一个Hyperloop 甚至发射卫星 所以大家问他说 你做的东西看起来 好像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你能够什么东西 点湿成精 一碰就能够成功 他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话 他说我是Stanford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在那个地方 他们教会我所有的事情 从第一性原理来思考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 如果一旦能够从第一性原理来思考 就是等于从我们每个树的树叶 跑到了树根 一旦找到了树根之后 任何的叶子都能够把它连起来 所以我非常崇敬法兰克林的例子 所以也是我愿意 今天开始又走出一步 能够不单是在物理学的研究当中成功 我觉得从物理学研究的过程当中 应该能够学到一个更朴实的原理 这个朴实的原理 就能够用到更广泛的情况下 所以我最近是创办了和我的同事们 其中有一位是叫古玩家 是Stanford大学的PhD学生 创办了单华资本 所以单华 单就是取了Stanford的意思 华就是中华 我们就是愿意把Stanford和中国 Stanford大家都想是那么一个珍贵的一个金矿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专门注重于在Stanford做的投资 从投资的原理来讲 我们就是想什么事情 只要从像马克思那种的讲法 也要像法兰克林的榜样 什么事情想到根的话 我们什么东西都能够想清楚 所以这是我们单华资本的一个logo 这个三角形就代表了Stanford三个理念 既要做教育 又要做科研 又要做创新 所以在Stanford这个地方 我们教育导致了人才 科研导致了最新的成果 如果把这些人才和科研的成果能够组合起来 我们也非常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列出于不败之地 我们另外也看到 今天的世界的发展 有个大的两个大的潮流 一个是硅谷的起来 硅谷并且在澎湃的发展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另外一个生态圈开始在发展 那就是中国 刚才陶先生也做了非常好的演讲 所以我们这个差就是代表了 是我们这个两个重大的历史潮流的关键的地方 我们正是在这个聚焦的焦点上 我们想想 刚才陶先生也在讲 我们要看那个时代 就是什么事情要看到时代的机遇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今天时代的机遇是什么 为了看见今后的未来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过去的历史 我觉得我们大家经常都讲的是 大数据的时代的到来 给我们造就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机会 怎么能够看清楚 大数据时代给我们创造的机会 我请大家一起来回顾一段历史 就是在人类科学的发展史当中 曾经有一个 我可以说整个自然科学的革命 的确也是来自于大数据的时代的到来 当时整个科学界 大家最大的争论 是到底是地星 是地球烙着太阳转 还是日星 太阳是烙着地球转 大家当时争论不休 但是最好的办法 就是要做非常多的实验的观察 所以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天文学家 他的名字叫Tico Brahe 他差不多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搜集了许多许多非常详细的天文数字 把每个行星能够看得到的行星 他每次在天空上的位置 都把它记录下来 但是这是大数据的产生 但是并没有马上就导致了 大数据给我们科学认识的一个革命 因为这个数据太复杂 大家实在是看不懂 后来出现了一位非常伟大的 一个既是天文学家 又是数学家 他的名字叫Johannes Kepler 这个数据为什么看不懂 因为地球也在转 行星也在转 你在一个转的地方 再看一个另外一个转的地方 的确是非常难看得懂 某一天 他突然产生了一个 非常天才的一个想法 他就说 虽然产生了那么大些的大数据 我先把绝大部分的大数据 全部扔掉 我每过365天看一次 为什么呢 你每过365天 地球不就回到原点了吗 别的行星动了 地球却没动 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把所有的行星轨道 全部看出来 所以我这是讲一个历史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 看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整个网络的时代 就是像在Tico Brahe和 Yohannes Capital之间 大数据已经产生了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看懂 这个大数据 而要看懂这个大数据 首先是要戴着一个眼睛 怎么把绝大部分的 不重要的东西先暂时扔掉 就像Captor一样 当年那么大的数据 他只取了每365天一次 但是这个取样的话 马上就使得你大数据 全部能够看清楚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机会 是往往是来自于这些 但是用物理学家的眼光 怎么能够来理解这个大数据呢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物理学家非常想了解 我把一个墨水到水里面去 之后这个墨水是怎么扩张的 这个问题是当年 Einstein在1905年解决的 他就是假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 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隔点上 他随便地跳跃 然后过了他跳跃几步之后 看他的概率分布到底是在哪 这个是物理学家 其实也是用一个科学的原理 可以来研究一个 看来是非常杂乱武装的一种规律 但是这跟今天的大数据 实在是有什么关系呢 它其实是谷歌最最核心的一个技术 就是我们今天在网页上 你可以做一个Random Surfer的模型 就是一个人在网页上 他随便地跳 但是有些网页他link多 才有N分之一的概率跳出去 有的网页对他连接的比较多 所以他通过很多的这种Random Walk之后 他在每一点访问的概率是多少 就变成谷歌的page rank 所以我们用科学的原理 可以看懂互联网里面 许许多多的事情 并且能够造成非常好的那些算法 能够真正把整个 看起来非常信息膨胀的时代 把它真正里面的关系理清楚 所以现在中国有一句非常时髦的话 是说用互联网的思维来看一些问题 我是说那个用科学的观点 来看互联网 可以看到我们一些 这个时代最最需要的那些信息 就是怎么来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 怎么把它能够真正把它组织起来 看到里面最最精髓的那些想法 比如说我们今后 得到了足够的大数据之后 在一个app发布之前 说不定你就可以做一个simulation 来预言它今后是不是可能成功 这个对投资来讲是太重要了 甚至我们刚才来讲 在这个投资界 或者在互联网的时代 经常会有那个bubble发生 但是bubble这个概念 本来就是我们都研究过 就是水变成蒸汽的时候 本来就有bubble 但是什么时候bubble会真正takeover 什么时候bubble会被淹灭 这其实是完全也是可以 有足够的数据是可以预言的 所以我觉得今后的世界 随着大数据的产生 大数据的产生已经改变了自然科学 我们每次讲起自然科学 觉得它是非常诚慎的一个学问 它的确是非常精确的可以预言 但是我们每次谈到投资 每次谈到创业 好像随机的因素非常多 但是你一旦到了足够大的数据产生之后 就是这些看起来杂乱无章随机的过程 它有一种自身的规律 只要我们把这些自身的规律研究清楚之后 我们又能够预言某些APP的是不是会成功 哪个时代是会bubble来的到来 所以这对我们整个世界的理解 是从自然科学的方法真正可以看懂 许多是在投资界经济界的一些行为 所以丹华资本现在是从去年 今年六月份办 刚刚完成融资 中国所有的在互联网时代 几乎所有的领导的企业都投了我们的基金 并且是我们也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 到今天为止已经差不多 今年六月中左右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做了许多非常好的投资 其中有几家公司也会在这里做报告 譬如说那个Meta 就是下一代的Virtual Reality的产品 就是戴着这个眼睛 它又能够看到现实 我可以看到你 但是我如果要跟你下一个象棋 我可以来一个虚拟的象棋 我们可以对异 我们非常看好的一家公司叫App Portable 这就是Stanford科技的领先的优势 它是可以把一个IOS的APP 能够自动的转换成一个Android的APP 我们知道IOS是用Objective-C来写的 但是Android的APP 它可以把它原版的 把它写成Android里面的原版的代码 使得它的那个运行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很多的那个Game 很多的App 它只要在一个平台上面开发 然后就可以在两个平台上面 同时发布并且维修 另外我们有华人 非常接触的华人创业家 Alan Zhang昨天也来了 TrustLook 它就是想在Android的系统上面 做那个Virus的automatic detection Quixel 是在我们一边在做触目屏的时候 我们总是觉得和处标用起来 不太感觉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用左键在处标 有的时候用右键在处标 但是它在里面既可以用 这样可以代表左键 这样可以代表右键 它能够区分出来 EverStream是用大数据来做企业上面的 Business Development和Marketing 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 Inside Map也会在这里做介绍 我们看今天我们刚才陶总 开始讲它的报告的时候 首先讲到这个Map的重要 现在谷歌已经把所有的地球 几乎全把它Map出来了 但是我们的家庭却没有被Map出来 家庭的Mapping的信息没有 但是它就可以用一个 这家公司可以用一个普通的照相机 在你家里造一系列相片 就是普通的照片 平面的照片 但是它可以用Computer Vision的办法 把它分析出来 造成一个三维的模型 并且你可以在这里做Virtual Tool 在这里做Floor Plan 我们也对Bitcoin这个现象非常有兴趣 因为Bitcoin的口号是说 In math we trust 我们科学家是非常相信 最终Finance就是金融 最终跟随的跟随是数学 Bitcoin本身有非常好的数学的想法 使得大家在公平的环境下面 可以做交易 我们投了一家 Quanify也是华人创办的一家公司 还有Meltine SnapUp 最近我们也在考虑到企业界 需要进行IT随着Cloud的产生 和随着Mobile的产生 会带来重大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投了Enterprise Software 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最后一张 我是非常感谢创业帮 能够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们也希望单垮日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平台 成为一个桥梁 能够让热心的 含有热情的企业家 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也得到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